我们要进入到最后这三小时的课程 跟各位分享一下 office的一个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你分析完毕之后 你可能要放到 例如说我的里面当做是计划的一部分 或者是当做是一个简报的内容 我要去报告给别人听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稍微把 例如说本来在以色谣里面 它的联动联动 它应该怎样去处理 让它感觉它是有动画特效的方式呈现 那相对的 相对的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在日常工作这边 我们要先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首先可能还是要麻烦请各位下载办例 下载办例 那例如说我做好的一个范例 我放在网路上 在这个位置 HTTPS帖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YTZ 大写的R X大写的T 那有别于 有别于就是说早上各位下载的内容 所以我会请各位重新下载一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麻烦打开这个Edge WindowsEdge 然后接下来就输入我们的网址了 叫做Office40招 点一下 然后储存起来 这样就下载好了 这样就下载好了 还有呢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因为Edge它每一个分页 它都会开一个新的视窗 这就是Windows 可以了解 微软公司的概念是这样子 Windows它就每一次你新增加一个分页 它就新开一个视窗 所以才叫Windows 就是多视窗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Office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 成品观摩 麻烦请下载哪一个呢 下载4-1这个档案 就是2019-060-4-1 1就是早上的部分 把它下载下来 好 储存 这样就下载下来 两个档案 下载好这两个档案在什么位置呢 下载好这两个档案都放在快取 就是你打开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其实它叫档案总管 然后接下来点选下载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简报档案 一个是以资料档案 一个是word的档案 好 那你要知道我们刚下载的范例在什么地方对不对 在这里 首先打开Windows这个档案管理 也就是这个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在快速存取的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好这就是下载档案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office40招这个word文件 就只需要快速点两下就可以打开来了 打开这个word文件 它一定会告诉你说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记网路的档案 可能有病毒 那么既然有病毒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启用编辑 好 刚刚我讲那句话讲太快了 就是说可能有病毒 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打开它的编辑权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有病毒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关掉 删掉档案 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信任这个档案 你就直接点编辑 编辑 启用编辑就好了 好 那我想这些事情 其实在以教里面也看过 所以就不请你刻意在word里面停留 然后请你点启用编辑 可以吗 就是你应该会打开word档案 然后也会点启用编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要教你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 就是 假设我现在我有一个表格 我先插入一个表格 各位应该会插入表格吧 然后呢 如果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图片插进去 宽度就是这么宽 以这个格子的宽度为限 可以了解吗 例如说 我是不是有请你们下载办例 昨天就已经下载了 是不是可以下载一些 那个更多的内容 我昨天下载的范例 昨天应该有一个范例 有一个范例是一张图片 对不对 好 或者是 因为本来没有打算要交这一段的 那就请你 如果昨天你有下载 你就不用再刻意下载了 那如果你没有下载 你就再去点到这个地方 去下载这个档案 范例下载 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点它 是不是就下载下来了 好 其他我看看 影片不晓得要不要教你 好吧 点一下影片 点一下这影片 把图片跟影片下载下 昨天你应该已经下载过了 好 22 好下载好了 我就关掉了 请问一下 你信不信望 就是一张图片 我插进去图片的时候 它不要破坏我的表格 就是我表格就这么大 我图片呢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自动缩小 符合这个表格的宽度 例如说履历表好了 右上角是不是有一张照片 我就希望那个照片就是贴在那个格子里面 我就不希望它再变很大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表格 我是不是可以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我刚刚放在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然后点选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 插入一张图片 它是不是破坏我表格的宽度了 你是不是希望限制住 它就停留在我的表格多宽就是多宽 你是不是希望这样子 希望吗 因为这会不动到我的排版 好 所以请你们要做这件事 针对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你觉得你要限制插入图片 不破坏表格宽度 这件事情是在设定里面 还是在版面配置里面 设计还是版面配置 谢谢 终于你看懂了 好 因为它跟版面固定是有关系的 所以版面配置里面 我们接下来 这边有表格的内容 我们要设定 我们要设定哦 表格选项 请把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关掉 其实它这边 其实它这边哦 省略了主词 跟受词 所以图片 自动调整成 表格 内容宽度 应该是这样子 你才会懂 它到底这个选项是在做什么 可以吗 这个不要打勾 好 确定 确定 然后接下来你看 我再一次的插入图片 一样是这一张图片 对不对 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宽度没有改变 高度有没有改变 有 它会同比例去缩小 缩小什么 依照那个宽度缩小 那高度也要跟着缩小 有没有问题 我这边 我再插入图片 选这张图片 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宽度是一致的 不会再去改来改去了 这件事情 很多人之前知道 但是一做了新软体 然后他也不知道在这边要输入什么 就是要输入 刚刚我讲 他又主词也没写 授词也没写 什么 内容符合 什么大小 可以吗 可是他又不会打那几个字 好 所以记住 你只要 请问你应该会插入表格 对不对 会插入表格 然后请在表格的工具里面 版面配置 针对表格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再 针对这个内容里面 表格的选项 麻烦请吧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关掉 就不要打勾勾 确定 确定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限制这一个图片呢 他会贴在那个表格格子的 适当宽度 不会再去扩大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好 来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完成 自己插入一个表格 那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 如何插入一张图片 都不会去破坏那个表格的宽度 这件事情 那我们 接下来 例如说我们再找一个空间 再找一个空间好了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在 Excel里面 我们做好一个资料表 我们做好一个资料表 想把那个资料表的内容 复制贴过来 贴到Word的里面去 好 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跟你们去做说明 所以把另外一个档案 什么档案呢 这个超市范例 2019-06-04之一 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一样点启用编辑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不用再特别告诉你原因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针对订单来去做一个资料表格 做什么资料表格呢 各位我们是不是有 例如说我想要去显示各年各季 各年各季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叫做东西南北区 这个有一个地区别对不对 东西南北区这个地区别它的一个销售额 好 假设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请问怎么做 就是我想要显示各年各季 各地区 各地区的销售资料表 有听得懂我现在讲这个题目吗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怎么算 可是我们现在一定是搭配书纽分析表来做这件事 首先首先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我这边列列是不是要放各年各季 所以把订单日期放到列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年季 这边是不是有年季 那已经有了年季 那接下来蓝要放什么 地区 地区 所以就把这边这个地区搬到蓝这边 是不是有中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的销售额 销售额打勾 好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还蛮宽的表格 对不对 这是一个蛮宽的表格吧 你贴到卧的去 你贴到卧的去 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同意吧 好 我现在要先告诉你一个 卧的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可是我想要先问一下 你会不会做出这张资料表 会吧 不然我们昨天早上不是交了很多那个树纽分析表 我就没有学得很好 可以了解 列里面放的是就是一个时间单位 蓝里面放的就是例如说地区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地区吗 像我们台湾是不是分北部 中部 南部 东部 然后可能外岛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地区 好 我之所以会选择地区就是因为 它有很多很多蓝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第一 我们这边就有时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共有八蓝的资料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八蓝资料想要把它放到 沃德里面去 好 所以我我只能先请你先做到这里 因为等一下运用那个沃德的新功能 我怕你记不住 来 请各位动手 先来完成一下 完成这个资料表 就是用插入数捏分析表来完成 列蓝位放的是订单日期 蓝蓝位放的是 地区 然后值里面放销售额 请问一下 这一个表格 这一个表格 我们可不可以选到它 完整的选到 然后接下来用常用复制 对吧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因为 如果说我现在把它复制起来 我到时候贴我只能贴成 以下的物件 图表 一个表格物件 所以呢 我会这样做 我会把这个内容整个选好 这个内容选好 复制 然后贴到旁边去 贴到旁边一点 选拥陪收 然后我重新去编排他的格式 决定来说这个根本就不需要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时间 例如说年 然后它是标题 它是标题 然后这边都是标题 所以这些标题我会把它设成 比较不一样的颜色 可是重点是这里面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呢 我希望是三位一撇 减少小数位数 好 我不做过多的格式变化 但是我现在这个是一般资料 这个东西等一下 我再教你怎么复制贴上 可是我分两种性质 这种性质的话 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这种资料的最大性质 就是它里面已经有一些格式化了 所以例如说 假设我把它变成粗体 十四字形大小 字是黑色 然后字中 因为它是标题 那这些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 粗体 十四字形大小 黑色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 复制 常用底下复制 记得住我刚刚做的格式吗 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要记 不应该死记 不应该死背 例如说请问你 数字要不要三位一撇 你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例如说甘午节要不要拜拜 看你是姓什么 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才对 像我现在做的绝对都是 那个很基本的格式 举例来说三位一点 台币要不要算到小数位一位 不用 你告诉我现在一毛可以 我领角那个一毛两毛 你可以拿过来在什么地方使用 没有吗 所以你统计到小数位一位 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吗 所以数值我就三位一撇 跟什么 取整数 但等一下我们贴过去 可能它不是整数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字 因为它是标题字 所以至少我觉得这个标题 我就靠左对极 可是这一列的标题 我就把它置中 好了 选到这些资料范围 复制 请问接下来是不是到Word里面 我现在要讲的是Word这边的新功能 直接做常用底下的贴上 直接点贴上 请问有没有可能跑出去 有没有可能跑到外面去 有吗 对不对 绝对有可能跑到外面去 你希望它跑到外面去吗 不希望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叫做 又在版面配置里面 版面配置 然后有一个叫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视窗 不是自动调整内容 是自动调整视窗 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调整了 因为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数字 数字可以再稍微变小一点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开始选 选到这些数字的列 数字的资料 请把这个数字 数字你看哦 常用底下 我们是不是要把数字变小 再小一点好了 我觉得这个不够 对了 还有就是 我刚做版面配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里面 还有设计 有一件事也可以做 就是框线 这样你去调整 你会觉得调的比较好一点 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哦 他也是刻意后来觉得说 很多人他需要自动调整 所以就把它拉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 这些贴上来的 这些贴上来的内容呢 他其实都应该去做靠右对齐 靠右对齐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了 就不用那么小了 可以吗 然后我只是希望说你们最后再做一件事 就是调整这个表格 调整这个表格 他这边有平均分配篮宽 这样来去 这样子做出来的一个表格才会比较完整 比较漂亮 然后接下来看你要不要再去做一些什么调整 因为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哦 我这样说因为 以上那边贴过来的东西会会有一种情形 我给你看 就是常用底下有一个这个段落符号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边有一个段落 这边有一个段落 就是 就是这边其实上面多了一个段落 我现在把这个段落删掉 它好像是一粒哦 它这边就是有多一个多一个东西 然后建议各位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多做一件事 取代空白 这边我输入了一个空白键 下面是没有的 然后把它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空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Excel是微软公司 某一派的 某一部分的 某一个部门写的 然后Word的又是另外一个部门写的 然后Excel里面就会塞很多很多空白 所以建议把那个空白全部都拿掉 然后要不要再去搜寻别的空白 不用了 所以就点Full 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做出来的这个表格会比较 接近我们想要看的那个表格 可以吗 我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重新做一次哦 我先把它全部都删掉 好 首先在Excel这边 Excel这边哦 我希望我希望我保留这些数字内容 前提是我希望保留这些数字内容 贴到Word去 所以我就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图片 所以我会刻意把刚刚这个内容复制贴过来 然后去做一些基本格式的设计 你不做也无所谓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点常用底下的复制 复制然后贴到Word的这边 我就直接做贴上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一堆的空白 好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选到整个表格 选到整个表格就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做版面配置里面的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这个 自动调整视窗 就是它会贴到这边里面 左边到这边 右边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建议 最好是加那个框线 这样子方便我们教学 框线在设计里面 框线 框线是所有框线 好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空白 对不对 建议先用常用底下的取代 取代 请把寻找目标 点一个空白键 全部取代 然后你是否要在其他范围也做取代 不用 所以点否 关闭 你看基本上 因为它是数字嘛 所以我就会希望把这些数字呢 全部选择靠右对齐 靠右对齐 四件事情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就做好了 第一做什么 我贴上来之后 我一定要去做 我一定要去做版面配置的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成四窗大小 这其实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有 我现在讲的是在我的讲义的 第三十七是不是 五十三 五十三 第一我们一定要去做自动调整的这个自动调整视窗 第二我是不是做设计里面 我加了框械 框械 第三 我就把这里面的空白全部都删掉 空白删掉就是常用底下的取代 第四 第四 我做这个所有的数字 这些格子啊 这些格子全部都去做靠右对齐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Word表格里面 是不是别人在抓 如果将来别人 我们印出来变成一个PDF档 别人去抓这个数字 都抓得到数字 这点很重要哦 这点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后面教的 我后面教的就抓不到数字了 因为他都把它变成那个图片化的东西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就说 在以字样里面 你就先把它复制贴出来 重新产生出数值的资料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我现在教你的事情 是当主管他要再重新抓里面的数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一件事情 尤其是学位论文里面 他要求标准就是那些数字 都是要付上去付给别人的 你不可以贴一张图在那边 图我就抓不到图里面的数字了 可以了解吗 好 但是我现在我要教你是另外一招 就是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跟着改变 他只能接受是图片合适 好 我们现在要教另外一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除非除非除非你的主管没有这样子的sense 知道吗 好 我们现在要教你另外一件事情了 因为我们提供表格出去那些的数字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就要方便别人来去做资料的验证 所以我们给资料都是这样给出去的 然后只是把最后不是给他word档 是给他pdf档 好 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esale里面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 这叫做esale esale的枢纽分析表 对不对 这个里面包含非常多的超连结 包含很多很多储存格的运算全部都在这里面 同意吧 所以他叫做esale的物件 其实就是苏纽分析表物件 同意哦 那我现在我希望我希望假如说我的基本资料订单这里面的资料要是产生变化 我的这张资料表是不是要产生变化 对不对 这是绝对要做到的 而且这边变化 可是我接下来我是不是会贴到word去 word里面要不要跟着变化 绝对要 好那我们现在哦 我重新再把题目讲给你听 我要做的事情是 因为esale资料表是谁做的 是别人提供给你资料 然后你是不是可能透过苏纽分析的方式做成苏纽分析表 你做好苏纽分析表之后呢 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它应用到word文件去 可是呢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直接希望说 esale里面资料改变 那苏纽分析表跟着改 那我的word文件贴上来的这个档案也要跟着改 好反正都要自动化 绝对不可以产生任何的变动就对了 可是刚刚贴上去的这一种 对不起 它不会跟着改哦 因为你用的是复制贴上嘛 对不对 但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数字 它是别人非常容易取用的 那这一种呢 这一格档案呢 我是不是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选 然后接下来呢 从这一个开始选 选到这边 复制 常用底下复制 接下来到word里面 去做 常用 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贴成Excel的工作表物件 确定 那一定会说 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有没有超过这个边界 有 但是因为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图片了 所以你可以说一下 图片嘛 可以吗 图片 你现在选不到这里面的字哦 可是 可是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你有没有发现哦 2013年第一季的中南 这个太难找了 我们颠倒过来做 你看哦 订单 订单哦 我刚刚因为我用的是复制选择性贴上嘛 好 所以我现在从原始这边改资料 我们不能从这边改 对不对 不能从这边改哦 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原始资料 我们做枢纽分析表 所以我们要去修改订单 例如说 我这边找一个2016年第二季 2016年第二季 什么地区呢 什么地区 华东地区 可以吗 我怕等一下你们真的忘记了 所以我还是这样写 2016年 2016年第二季 第二季 华东地区 可以哦 华东地区 然后他金额是多少 他的销售额 华东 2016年第二季 华东在 最后 所以是多少 个十百千万十万 第二季 所以是四万五 四万五可以哦 四万五千六百 四十五万 这就是没有加三位一点 很討厌 四十五万六千 六千多少 两百四十一 好 大家就记到这个地方就好了 你看哦 我现在 我现在把这一笔第一 第一笔资料 的销售额 销售额这边 我假设我把它改成 四万 改成四万好了 这样是不是变成多少 五十万左右 可以了解吗 我觉得再加个四万进去 是不是算出来差不多等于五十万了 可以了解哦 你看哦 我这个资料改变 这个资料改变 书纽分析表怎么改 是不是在分析底下重新整理 现在重新整理会很久 因为后面有好多资料表 都要跟着做修改 好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第二季哦 是不是差不多五十万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有产生变化 没问题哦 可是卧的那边会不会跟着赶 卧的这边 这边没有跟着赶 好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这个档案储存哦 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 他说 这个文件包含可参照到其他档的连结 因为刚刚我们是不是做固制选择性贴上 那个时候建立了连结 好 点选 要不要更新这份文件 要 所以点选是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 是不是改成四十九万了 你听得懂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也很重要吧 但是我们在发表正式文件的时候 绝对不要用这一招 我们一定要用刚刚那一招 因为我们要是提供数据给别人 应该是要方便别人去取用这个数据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假设你今天你开放了一个资料表 好 你要用刚刚那一招 但是现在这一招我觉得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主管他会要求你 就是说 假设以色列资料表不是我们做的 那你不用背这个责任 对不对 只要他以色列资料改变 我握的 我开这个档案 我就跟着改变 这样我的资料永远都不会有错误 你就可以大胆的说 那是以色列资料表的人的错误 不是我们做这个计划 做这个报告的人的错误 可以了解吗 所以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一定要跟着改变 所以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顺便你记一下那个动作 其实很单纯就是布置跟选择性贴上 以前你们都是做复制贴上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方法叫做复制选择性贴上 可以理解我们现在 不是同步是什么意思 理解得到 如果说理解不 例如说好了 如果假设我今天我寄给你 我现在做好这个档案 我寄给你的话 那前提是 前提是我要提供给你 那个以色列的档案 才对哦 你不能不把那个档案给别人哦 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把以色列的档案 也要跟他要到 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只做报告 我们不做负责财快的那个部分 对不对 一定要跟他要到这个以色列的档案 好我们再做一次哦 我们再做一次 我先把这个档案就先删掉了 这个档我就先删掉 好请问一下 刚刚这个以色列的资料表 你不要这样选好了 你这样选可能会有问题 请你这样选 从这一格开始选到这边 为了等一下我们上课方便 我建议 把这个里面的数字 我们先改掉好不好 不然等一下 我们不好看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来去把常用 金钱符号 小数位数拿掉 这样是不是漂亮多了 方便我们来去看 然后从这一个开始选 选到这里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复制 选了这个复制之后 贴到word 贴到word 要选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记住一定要选贴上连结 然后以色列工作表物件 确定 接下来因为它是一张统计图表 它是一张图片 其实我真的还要告诉你 要不是我们今天把那个同步拿掉 我们这边不能做同步 你们知道吗 因为同步的功能 应该是被拿掉了 我中午有试过 共用也不能做 如果有同步的话 它会更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做 可能可以做到更好的情形 好 我们现在把它缩小 它是图片 当然可以缩小 所以你看这边数字 是不是49万多 来我们先把它储存 我们先把它储存 然后就可以关掉了 这是因为它没有同步 否则的话 我这边要是更改 那边我就直接更改 因为同步的观念切掉了 所以我就只能用自动更新 我每次重新开这个Word档案 它就会帮我问 你的档案有连结到别的档案 要不要更新 当然要选择要更新 现在做这件事会不会做 应该会吧 就是复制选择性贴上 现在我重点是要教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2016年的第二季 这边49万6 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这边订单的这一笔改成123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到工作表这里面分析 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这边是不是改成456 45万6千多 那我们现在重新打开Word档案 那张图片的内容 我们这边要不要更新 要所以点4 马上要公布答案咯 你们觉得会不会改变 当然会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45万6 可以吗 好 接下来就换你动手来去做一下 其实这个操作步骤我有给你们 我看在我的 这五十几啊 五十八 五十 五十一 这是五十 对五十一 以色列资料表应用到Word里面去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关掉了 那个同步还有共用 所以这边我就不能交HTML格式 蛮可惜的 请问这个底下假设我贴统计图 那我是不是回到Excel这边 我针对假设 假设我早上我是不是做了一张 这应该早上我们做出来的图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这张图它是随着这里面数值变化而变化 那这个数值你不能 反正就是一定是 假设你希望说这边啦 这边去产生一张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图确定 如果你要应用的是这一张图 反正它是图表物件 这也是图表物件 所以看你要应用哪一张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选到它常用复制 然后到Word这边贴上里面 选择性贴上贴上连结 一定要把它贴成以色谣的图表物件 确定 这个图表物件它就是图 可是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例如说请问这边是不是 看到那个用具其实蛮小的对不对 用具蛮小的 等一下我就把它打成100万 好我先关掉它咯 请问一下怎么样把用具变成100万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数字改成100万 当然不是不可以这样改 要改哪里 要改订单 如果你不了解这一段那就算了 因为现在我们要讲那个整合真的更重要 好我刚刚是不是这边用具 我要把我要把用具想办法增加个70万好了 所以工作对不起订单里面用具 用具是用具还是用品 用品 好我就把第一笔第一笔资料 它的销售额销售额是不是123 我改成70万 700000 7后面接5个0 好了那请问一下这个工作表3 工作表3这个数值怎么变成100万 要点枢纽分析表工具分析的重新整理 可以吗 是不是将近100万了 那我现在重新打开这个office40招 他说有更新咯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刚刚更新的这个档案 用具是不是整个上升到接近100万了 可以吗 这是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这个资料不是你的 建议你应该是要保留原始的来源档里面的修改权 如果来源档改不掉 你一定要重新跟他要这个档案 以免到时候牛沃德没有更新到 那如果说你他更新那个以色谣案 你他应该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道德道义感 他应该是要告诉你 我这个以色谣资料已经修改过了 所以用的是复制选择性贴上 就可以完成现在这样一件事情 好 请你们就是做法一样复制选择性贴上 贴成以色谣的图表物件 好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以色谣的输楼分析表应用到powerpoint去 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先做就是一张各指类别指类别产品的销售额分析 所以我用插入析分析表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指类别 所以请在指类别这边打勾 还有他的什么销售额打勾 我是不是就产生了这一张资料表 请把这个部分就要变成 因为到时候我要贴到简报那边去 所以让它变得更可直觉直观了解的数字 所以常用底下的这些数字的格式 千分位符号千分位样式一定要选 还有减少小数位数减少小数位数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看这种数字 所以我们会刻意把这个数字呢 增加常用底下的格式化设定格式化条件 例如说选择资料横幅 资料横幅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去选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要把这个内容 做好的内容呢复制起来 复制 所以常用底下的复制贴到 打开 因为我要贴到PowerPoint的 所以点选它 然后接下来PowerPoint的2016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做这个常用底下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这边把它贴成Excel的工作表物件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做好的这些格式全部都会进来 可以 我主要是要告诉你们 可以包含格式 而且这是 这是Excel最 而这是PowerPoint的最需要的部分 就是要方便让你就是在介绍这个Excel报表的时候 不要说只给别人看数字 而是要顺便把一些可看的 例如说指导图也赋予进去 好 我带你们做一下 我们就要准备下课休息 好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最后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又再多一点时间 我们来赶快看一下PowerPoint的这边 这个档案我先存档 因为其实在2016的版本 它会自动同步 同步绝对有这个功能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把那个同步拿掉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做自动更新 所以我们先把 我们就先把就是这个档案 我们先存档一下 档案另存 存成什么档案呢 存成 一样放在下载里面好了 这个承评应该就是说简报 然后加今天日期2019 0604 然后点选 储存 好 现在重点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我们先关掉它 关掉它完毕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刚刚我们是不是贴了这个档案过去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用具是将近100万 对不对用具 我们把用具恢复回来 也就是订单 订单 为什么不是在工作表里面改 为什么不是在这个书柳分析表里面改 因为这个书柳分析表是来自于我们的订单 当然你要从订单这边来去做修改 你不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值直接换掉 好 点选订单之后呢 这边 订单 我们用具好像是第一笔 第一笔资料 对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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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98万 好 我们把它改回来 好像 这个地方我改成123 Enter 当我把这个数字改回来123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工作表4这边 这个数值我会希望它能够自动更新 那怎么更新 在书柳分析表工具 分析这边有一个叫做重新整理 所以这个重新整理很重要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改回来28万了 好 这边改成28万 那我们重新把刚刚这个下载里面 这个简报2019 0604打开来 你就会发现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个档次跟外部档案产生关联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更新来更新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用具是不是就缩小了 变成28万 你们一定要了解 就是来源资料 这个订单来源资料 订单来源资料 这边的修改 它会联动影响到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一定要透过 这边枢纽分析表工具 去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一定要按这一个重新整理 这个枢纽分析表 会跟着重新改变 那 Powpoint的这边请麻烦 第一件事情 先把Powpoint的存档 就关掉了 因为它一定要重新启动 好 所以先把这个档案存档 存档完毕之后呢 就关掉 关掉之后这边 因为已经修改好了 记得重新再把它打开来 你就会看到 那个资料更新后的结果 好 前面现在动手 来去玩一下那个修改 来源资料修改 目的资料 跟着修改这件事 现在我要介绍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还要包含动作 统计图表还要包含动作 为什么 好 这边一定要听清楚 来 画面就用一下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这张资料表 各年产品销售分析 我们做了这张资料表 那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到 这三张资料表 当你在介绍的时候 你在想一下 例如说 当我今天我要介绍这张资料表给您听 这个就是各年销 产品销售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2013到2016年 它是逐渐增加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2015年 到2016年 它的一个变化情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2015年的时候 所以这张 刚刚那一张要抓 现在我点下去 这张图我要抓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2015年 它的技术 技术是最多的 然后 主要技术这边 主要的纸类别 其中又以影印基 是最高的 这跟我们 这跟我们就是整体来去看 都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到了2016年呢 这张图 这张图要抓 然后2016年 不是技术最高的 不是技术最高了 而是加剧大幅的提升 从原本第二名 从原本第二名 变成现在的第一名 那再来就是 尤其是书架这边 书架这边的 增加 也是不容小觑的 可以吗 所以刚刚我操作的过程中 我首先 这一张图是一定要抓的 这是整体的一张图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要看一下 2015到2016的比较 所以我点2015年 所以要去抓这张图 然后再点到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抓 2016的这一张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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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用Print Screen Print Screen 然后贴到 贴到什么呢 例如说新增一张图片 贴上 直接贴成图片就好了 而且这个图片 我们坦白说 必须要稍微缩小一点 所以到时候要检查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Excel 点2015年 Print Screen 然后接下来 贴上 这是第二张 再来 是不是点2016年 所以又要在Print Screen 所以又要在Print Screen 然后直接贴上 都是贴图片 可以吗 然后这三张图要分别出现 这三张图片要分别什么时候出现呢 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的时候才出现 所以怎么设定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设定 动画 选到三张图片 选到三张图片 出现 什么时候 按一下滑鼠的时候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动画窗格 请问 第一个 先出现是标题 先不管标题 再来出现是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那个物件 物件 投影片 投影片 投影片里面 是不是有 这个叫标题 这个叫物件 可以吗 所以那两个动画 其实都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动画 其实可以把它移除掉 这也可以把它移除掉 然后接下来 请问你 它这边是不是 先做出第一个 再做第二个 再做第三个 可以吗 最下面那一张 会先跑出来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去播放一下动画 这是第一张 然后接下来 点第二张 第二张有看到吗 第二张投影片 这边是不是 接下来你就要去讲说 我们来去看一下 2013年到2016年 然后我们的销售额是昨年增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2015年 我是不是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是不是就跑出来 2015年呢 其中技术类 这个产品类别销售是最多的 这根这根这根什么 这根过往所有资料加总起来的金额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一年呢 家具卖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技术类是串起来的 然后接下来 在类别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影音机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再点一下 那我们来看2016年长什么样呢 所以你就在这边点一下 好像感觉 感觉就是在做联动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重不重要 他就把那个刚刚powerpoint powerview里面所看到的联动 带过来了 所以你要学的动作又很多 可是一定要把它学会 我最多拆两个好不好 我最多先把它拆成两个 就是我先把那个联动里面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就是三张图要贴过来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动画 动画怎么设定 然后教你们 可以吗 这个不是新功能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当你要做联动介绍 你就只能透过我这一招 还有一个方法 你们想知道吗 就是打开Excel 然后用那个powerview 那一张工作表 直接秀 直接秀 秀给别人看 有听懂吗 就是 好 那你就在简报里面 设一个超连结 连结到这个Excel档案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来了 只能用这种方式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那怎么做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翻两个动作 来去介绍这件事 首先我们是不是在Excel里面 你要先切换到这一张资料表 可是因为我们要介绍联动 所以我们先抓第一张图 就是完整的全部都有 所以Print Screen 点一下 然后到Power PowerPoint里面 本来是不是讲这样子 你就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直接去做什么 贴上 它贴上并贴成图片 接下来到Excel这一张 请点2015年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做Print Screen 到PowerPoint 直接点贴上 再来请到Excel这边 点选2016年 做什么事情 Print Screen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的贴上 这样是不是有三张图在这边了 对不对 这边有三张图在这边 好 那就麻烦请你先做到这边 那接下来的动画如何去设计 动画怎么设计呢 首先你选到这全部 全部 全部哦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动画 动画 请点 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的动作呢 开始的动作 叫做 点一下 好 你们知道那个1是什么吗 1是标题1 2是内容版面配置区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标题1 这个标题1 例如说你看哦 当我今天只能用新增图里面 这个叫做标题1 知道吗 这个叫内容物件 内容版面配置 那我刚刚是不是从外面选到里面 会不会选到两个物件 会 所以其实这两个 这个把它给滑鼠右键 移除 因为标题1根本就不需要 标题2也不做动画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123 这样就做好了 可以吗 而且我还希望说123 要排得整整齐齐的 好 你现在就针对这一页来去播放 投影片点它 点一下 现在你看到的是第一张 就全部有2013到2016年 每一年的销售额 可以发现是逐渐增加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一下 2015年它的表现是怎么样呢 点一下要在这边点哦 你要是在这边点 可能就会有人问你说 为什么你在这边点 你要点这个2015年就很像 你是在介绍联动了 点一下这个 随便在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 就是不要在外面点 你只要在外面点就露馅 来请点它 然后你是不是就要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什么 2015年呢 这张技术是增加的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 好 那动画怎么设定 我想就提醒你们 提醒你们就是 麻烦请选到 选到这三张 选到全部这些 然后记得 记得选好之后 动画里面出现 然后这边要改成按一下 手要按一下就是滑鼠到时候 点一下就会跳到下一个 点一下就会跳到下一张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好了 我们要开始挑战另外一个动画设计 那请问一下你会不会 谢谢观赏四个字 先出现谢一个很大的谢 再出现第二个谢 再出现第三个关 再出现第四个赏 会不会做 就跟刚刚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分别先建立四个文字物件 可以吗 这四个文字物件 设 出现 动画 不会做也没关系 就是不要谢谢你的观众而已 我们现在继续来去看另外一个动画展示 画面就用一下 内容说在这个地方 我有 我们介绍这一张好不好 可是这一张哦 请你播放一下 那他能不能做到这样子很细致的播放 当然不行 我们只能 只能告诉你说 例如说2013年长这样子 2014年长这样子 2015年长这样子 2016年长这样子 然后点选他 对了 这张图这样子呈现我觉得不好 因为大家颜色都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是不是在详细资料 所以请把籽类别搬到色彩里面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 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我们最后还要放这一张图 以及这一张图 来去说明一下 当然可能你要放这一张图 去说明它的一个变化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线条都太细了 我看一下配置能不能把它变粗一点 好像不行哦 这就这一套 因为毕竟只是一个套件 首先 2013年长这样子 2014 2015 2016 然后我们可以分别看出来 2016年输价 它在这4年的变化 发现它都是往右上跑 这代表什么意思 销售增加 利润增加 所以我们期待希望所有的产品都应该是要符合这个原则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条趋势线 远离的 器具 收纳具 它除了 2013到2014年的表现 它是往右下跑 右下跑代表意思是不好的 因为利润是下降的 而且它销售有增加 好 销售增加反而利润下降 可是 2014 到2015 它是有大幅成长 2015到2016 也有大幅的成长 例如说销售增加 利润也增加 可是在这边还有一个叫桌子 桌子可以发现 2013到2014到2015 其实它的销售跟利润变化不大 真正的变化是在2016 好我针对我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说明 我至少要抓第一张图是2013年 要这样子抓2013年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2014年 各个子类别销售利润的改变 然后再到2015年 就是2013抓一张 2014抓一张 2015年抓一张 2016年抓一张 然后可以发现 所有的子类别产品 它在这一条趋势线上面 大部分都是在这条趋势线上面 可是在右上角这一个 所以输价一定要特别点一下 就是你要点到输价 可以吗 然后去说明这个行为 再来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趋势线上面 上面 也就是说 销售额 销售额没有那么高 但是利润它是相对比较高的 像收纳巨 所以点一下收纳巨 收纳巨这四年的表现 前面两年 前面2013到2014 这一年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可是后面是会表现好 所以收纳巨点一下 点一下你就必须要抓一张图 再来是不是要讲这一张图 这边要点一下 所以这第七张图 可以吗 2013抓一张图 2014抓一张图 2015抓一张图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七张 好就请你 要先抓这七张图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到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 所以 所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第一张图 就print screen 然后 然后 在这个地方 简报 直接 贴上 这是第一张图 回到以色尔 点一下2014年 print screen 第二张图 贴上 这第二张图 再来回到以色尔 2015年 2015年 print screen 贴上 2016年 2016年 点他 print screen 然后 回到简报 贴上 这样 这样 这样是不是四张了 我觉得你还要再加 再加 第五张 所以就点他 记得哦 第五张是点这边哦 他就会出现 历年来的行为 销售利润的销售行为轨迹 然后接下来抓这一张图 贴上 贴上 这是第五张图 再来 第六张呢 是不是点他 print screen 贴上 最后一张 是不是点他 点这个应该是叫做桌子 print screen 然后贴上 好 七张 全部的图都要选到 你可以点这个缩小哦 然后来去选 如果你不会选的话 你也可以用 我记得这边 常用底下 选取有一个选取窗户 可以吗 就是图片3到图片9 你也可以 这样子来去选 好 好像 好像 这个 图片3 Ctrl就按住 图片4 图片5 图片6 图片7 图片8 图片9 你可以这样选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干脆你就全选 全选 然后接下来 去做什么事情 动画 出现 然后记得 然后记得 记得 在动画窗格里面 这个图片1 把它给移除掉 图片2 把它给移除掉 还有其实这么多的图片 到时候会感觉一直往右下跑 所以建议这些图片 其实应该选择 对齐 水平至中 垂直至中 然后请把 重点是要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重点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播播看 所以点选 播这一张图片 播这一张图片 对不起 顺序 跑掉了吗 所以我们来看动画窗格 是不是3 4 5 6 7 8 9 好 我们来去播放一下 好 我们来去播放一下 你看怎么先播第7页在 对不起 我没有点那个按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少做一个按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少做一个按一下 就是 这7张 它的一个动画 不是与前动画同时是按一下 就是 图片3跑完 再跑图片4 再跑图片5 再跑图片6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播这一张 你看 你看 当我 当我们现在来去看子类别产品 子类别产品 2013年 它的一个表现情形 到2014年 你要点这个地方 然后发现 这边 这边已经有几个产品 它往右上来去跑了 再来到2015年 2015年 这个 这个叫做 书价稍稍微 跑到第二名了 跟刚2014年 书价是在第一的 再来看一下 2016年 书价跑来 又跑来第一了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书价它在这个地方 销售额是最高的 然后利润也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一个书价 然后发现它历年它的成长 它在2014到2015 这边它的一个成长 是比较小一点 其他的成长都是蛮大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这个收纳剧 收纳剧 为什么我一看 就是要收纳剧 因为这个它都灰色的 只有这边就是亮起来 收纳剧呢 它这边是下降 可是2014年开始之后 它都逐渐上升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反观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它其实前三年表现不好 但是最后它表现的还不错 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练习到这个程度的话 你已经可以把那个 也许我们用Power View做好的图 呈现出来去做一个简报的demo了 而且用的 用的功能不是很困难 就是用点一下出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复制贴上 各位应该都会 重点是 重点是你要选到 重点是你要选到这七张图片 这五张图片 对不起 应该是七张图片 然后分别去设定动画里面的出现 还有这边开始要点按一下 然后就把最后那个什么标题 那些全部其实如果有的话就把它给都移除掉 好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完成 Power View的一个动画 动态式的简报呈现方式 这个范例档 我就先把它赶快储存 然后就离开了 好 这个档案我也大概做完了 所以该做的我也做完了 我就把它关掉了 我现在要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开什么档案呢 我们不是有那个超市范例 最原始最早那个超市范例吗 我想要请你们开的是这个档案 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应该在范例里面有最原始的档案 好 我想要请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订单日期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年月日的资料 对不对 滑鼠右键插入 把它改成一般 这种通用格式 好 如果如果我想要取出 你想要取出年还是月还是日的资料 随便你 例如说我想要取出年的资料 怎么取 2016 Enter 然后接下来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常用底下填满 有一个叫做快速填入 有看到吗 点它 它就把年整个帮你算完 你连那个韩式都不用了 你连那个韩式都不用了 这个叫做火锡 聪不聪明 我再举一个例子 日好了我就直接做日 插入 插入 日 这边是不是有27 好我就直接输入27 然后接下来游标移到这边 常用 填满 底下的快速填入 这个是不是15 为什么这跑出来13 47 35 因为它抓到什么东西了 它抓到什么数量单 数量单在哪里 不想要抓到哪里去 我建议是这样 如果说你要抓那个订单日期 好 我先把这个删掉 这个是不是27 然后接下来游标移到这边 然后请做常用底下填满 然后快速填入 诶 奇怪 我再举这个例子 插入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抓出来 1357144 所有所有的资料的后面这边 好 1357144 所以相对的再一个就是1973 789 所以游标移到这边 然后常用 常用底下填满 这边快速填入 有看到吗 只是我不晓得这边 为什么日期它抓不到 日期应该是可以抓得到的 好 我只是说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不用去学那个Spring 真的Spring 有时候你还不好抓 像例如说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区分 这个订单是来自于美国的 还是大陆的 这边是不是都有 好 好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 例如说抓出订单里面的国笔 换你们来去做 我再举一个例子 像例如说这个是不是产品ID 办公用 办公用 用品 然后它的编号 办公用 信封 它的编号 然后技术 设备 它的编号 好 假设我想要取出来它的用途 用途 这是办公用的 这是技术用的 这是家具用的 好 滑鼠右键 插入 因为有的是三个字 有的是两个字 它这样可以抓 例如说我这边 我一定要输入完整的资料 第一格就好了 办公用 然后接下来 要不要落在这个地方 落在有资料的内容 常用填满 快速填入 好 这就提用给你们参考 这应该可能叫做 产品用途 好 20多少 2013 我们现在介绍是2016 应该有 不那么聪明就是了 2016很聪明 我真的不骗你 2016它 改良 它用那个AI的方式 真的调整过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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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诶 按公用 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可能按到了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另外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因为 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很棒的直方图 所以我就直接做给你看 请问一下 2出现几次 会不会算 数量2出现几次 数量3出现几次 数量1出现几次 会不会算 例如说 例如说 例如说这里面 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各位可以看到 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14 所以我们想要去看 1到14 它的一个分布情形 这边是次数 1出现几次怎么算 等于 用哪一个函数 好吧 因为我们要准备回家了 我们就 我就直接告诉你答案 some if 不对 因为我要计算 符合条件的才计算 所以它叫count if 瓜糊 范围是什么范围呢 范围 范围 范围是这个范围 一直到p10,000 1格 范围 因为我刚没有格式化为表格 有格式化为表格 可能会比较顺利点 然后接下来 条件 条件就是它 就是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这么大范围里面 然后我们来去算 然后接下来呢 建议是用绝对位置 绝对位置 然后我就可以复制下去了 这是 1 次数 1出现频率981次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例如说好了 我想问你一下 假设你拿到一大堆民众的资料 然后其中有一栏叫做 那个手机有几支 对不对 有人可能有一支 有人可能有两支 有人可能有三支 对吧 因为他可能帮他小朋友办 都有可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统计一下 那个 1有多少 2有多少 3有多少 4有多少 之类的 所以这 这个快拍座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画 就是频率图 频率图 所以插入里面 插入里面来去画 有看到吗 他大概画出来的频率图 约长这个样子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客户这1万笔的订单里面 客户跟我们交易 然后数量 有的是 1 有的是2 有的是3 甚至有的是14 对不对 然后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大部分都是12345 然后6以上就越来越少了 14是最少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做什么意思吗 这种图叫直方图 直方图 没问题 好 请你忘记它吧 请忘记它 因为新功能 新功能不用再记什么函数了 我跟你讲 你常常要做的事 他都帮你写好功能了 你看 只要两三个动作 你就做完了 所以你信不想学会这种事情 应该会希望吧 你看 这边 数量 第一件事情 选到数量 没问题 第二件事情 插入 哪一个是直方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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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它 两个动作 是不是做出来跟刚刚一样的结果 对吧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快要回家了 都没有任何的一个 你不觉得吗 实在是太快了 以前我们要学什么 什么 CUNTIF 我们才能算出来的事情 这个 没有 2013没有这个功能 2016才有直方图 可以吗 那个 竖型图 或者是瀑布图 不是比较少用 可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我来讲它的应用面 可是 这个直方图 它很重要 它非常的重要 就可以去看一下 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拿出来一个资料 它大概分布长这样 结果呢 有一个人 你查到 他的手机有 20支 那是不是就是 可能是异常值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大概我想最多最多 一支 两支 三支 可能 可能会有 但是到十支以上 应该就很少 那如果说 它的门号有 20个门号 那是不是值得 我们来去看一下 如果它是公司 那是另当别乱 如果是一般个人用户 20支手机 那是很奇怪 所以我们现在请你 最后只要动手做这件事 你就会发现 以前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现在 可能两三个动作 我们就做完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选数量 第二件事情 插入 脂肪图 脂肪图在这边 点它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你 也可以点 插入 脂肪图的这一个 来去看一下 它多增加了这条线 这是什么意思 越快收炼 比较 有一个特征 还是越慢收炼 收炼就是到百分之百 好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大概这个地方有一个 急速转弯 急速转弯 好 来 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个脂肪图 时间过得很快 一分钟之后就要打钟 那我们 这两天无非就是希望你稍微学会 就是说一些 新的功能 然后 2016很棒的地方是在那个资料分析这边的版页 然后我们加了powerview 来去跟你们分享这边的变化 然后呢 我希望你们如果说有兴趣 可以就是在填问卷的时候 多写几个字 然后看看说是不是想要报名参加那个powerbi 因为这个是大数据分析 在台北啊 我交的行政院还有台北市政府 就是一直而买 也诚心的期待 希望 中华电信这边慢慢的把那个大数据资料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去跟别人资料结合 你们才会知道说真的 中华电信有很多很多资料 是可以拿过来做分析 而且要跟健康也好 要跟那个工位结合 这些都是很棒的 白板上有两句话 这是出自于杜福他老人家写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两句话 也是我的作用名 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说他因为当时他是在唐朝中叶 就是政治不是很稳定 然后外患入侵 所以他就希望佐成像能够帮他推荐到朝廷里面去工作 那可是呢 他就写自己 他说他是读书 他读书 他一定要把书给破掉 代表很努力很认真读书 然后如有下笔如有神 就是他写出很棒很棒的文章 所以我觉得聪明人都可以这么认真努力去工作 那其实对我们后世人应该要好好的来去效仿 好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 还有期待我们 例如说你加入我的好友 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在线上再继续去互相讨论 我们今天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孙老师这两天 留在这边 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些新中文里面能够学到一些 让各位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顺畅 那看完我会把我们今天上课的讲义的PDF档 也会放在那个教学网上面 我会给大家连结让大家下载 如果你觉得做个义的讲义不够清楚 有PDF档可以下载 然后我也会 复翻个小问卷 问问大家 就是对于老师讲的泡沫